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 早上的10点59分 涨9点 今天开盘就跌了102点 可是很快就上来了 不是台北股市如此 亚洲股市几乎都一样 日本开盘的时候跌了快600点 那目前日本已经回来 剩下跌225点 196点 早盘跌了快600点 那很快就上来了 目前剩下跌196点 南韩股市早盘跌了1.5% 现在也快回到平盘了 所以不要去想那么多 我上礼拜已经针对俄罗斯的问题 跟大家做过分享了 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是美国跟俄罗斯 在互相喷口水 一个说会打 一个说我又没讲会打 那这样纷纷扰扰影响市场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 就一句话 马照跑舞照跳 个股守好庭审就好了 你想那么多只是让自己多困扰而已嘛 你就扪心自问 你还要不要做嘛 如果要做 那就放心做 如果真的吓到了 那你就收拾吧 稍微站在旁边看 不然贪就急 那就不要乱乖乖嘛 是不是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部分 还是围绕在 打不打的一个氛围里面 道琼跌232点 纳斯达克跌1.2% 非诚报体跌1.1% 德国跌了225点 英国法国跌的比较少一些 那整个状况我在过年后 第一个交易日 我跟大家讲过 二月份的行情指数是区间震荡 台北股市如此 我把时间周期也都算给你看了 目前是在回档33天的周期里面 所以穿不出去 来来回回一直怕 来来回回一直震荡 消耗时间 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 就放心的做就对了 只要有跌 危机入市才有超额的利润 你看每一次的大跌 你敢下去买 后面印证你都是赚钱的嘛 是不是 如果没有大空头的危机 那你不要被指数给干扰 完全针对个股 有下来就买 类股选对比较重要 否则一直 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什么状况什么消息 都会影响你都会干扰你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记得 马照跑舞照跳 守好停损 从个股出发 对啊 记得这句话就对了 今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现在已经涨17点了 预估量3307亿 市场动能很充沛 因为过年前 外资卖了1100亿 过年后到目前为止 买回来不到100亿 所以外资目前手中满满的现金 那融资也是一样啊 融资过年前少了250亿 补回来不到100亿啊 很多人都空着手 怎么办 你光顺便用看的 行情能看的没赚钱 你一定要参与 掌握资金轮动的顺序脉络 找底部的起张股落枚 就对啊 这样就对了 今天大盘成交量的部分 电子股剩39% 所以电子股受到资金排挤 选股会比较难一些 那也没关系啊 找底部的起张股 买就对 你没来听我讲我就没法多啊 礼拜六两场讲座有来听的 我相信我在讲什么东西 你们都知道 三月哪些股票会从底部开始 有哪些话题 是三月的热门焦点 有来听你有知道我来说什么 我们演讲会场上面讲的股票 今天几乎都大涨 今天几乎都大涨 来的人都是见证者 今天钢铁股也占了八个百分点 占八% 铁股顶礼拜五一%而已 怕你八% 所以今天钢铁股比航空股更强 你看今天钢铁股的部分 中钢涨2% 中鸿大涨7% 对 巨亨涨停板 叶辉涨6% 大成钢 找盘最多涨到快涨停板 差两条就涨停了 不修钢的报价在礼拜五继续又涨 继续创14年新高 中鸿三月的牌价全面开高 那你等到听到消息来不及了嘛 你看我在过年前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大家谈大成钢了 对不对 有没有买 我不知道 我们44块就开始买了 44块钱我们就开始买大成钢了 对 有资料可以证明嘛 我们过年前就开始跟大家谈大成钢了 当时大成钢完全没有涨 我就把铝根捏的报价 完全拿出来给大家看了嘛 是不是 大成钢 我是跟大家讲过 国内最大的铝涅制造商 美国最大的铝涅经销商 在美国铝涅的经销部分 大成钢占了快八成的市场 所以铝根捏的报价涨 大成钢当然是最大受惠者嘛 大成钢第一季的获利 会大暴冲哦 会大暴冲哦 那等到财报发布出来就行不断了啊 价格一定是走在市场前面的嘛 我们44块开始买 每天讲每天讲 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多人都在讲钢铁股 都是这样啊 行情没去没人在讲 大起大家都跳出来讲 这样比较讨计哦 灵还厌不做这种事啊 我忠于我的原位 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 我都是在底部还没长就开始讲了 你们听我节目你们都知道 那你今天再去追大成钢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今天是过前高 套牢消化掉 有量是应该的 没有量套牢还解不开 那我们财报的就破的就好了啊 就不用再去追高了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钢铁股开始发酵了哦 要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韩股的部分 今天韩股也很强 可是空运的部分反而比较差了 上礼拜我就讲过了 量太大让主力法人有机会跑 不要再去堆啊 管连续两天 华航跟长龙航 有时候过于不急 都是不好的 量不够不会涨 量过多主力容易跑 所以筹码的部分要很小心 今天空运反而都下来了 分别都跌4%5% 海运的部分 长龙目前涨3.1% 扬名涨2.5% 万海涨1.2% 所以上礼拜全市场都在喊空运的时候 我都讲了 空运是国内的话题 海运是国际的话题 你要跟国际话题还是跟国内话题 我比较重视的是本质的部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锁定长龙阳明 时间周期也都算给你看啊 对时间周期 33天的循环 时间都算给你们看 你如果说不敢做就没办法了 33天 33天 林何彦毫不保留的 在时间周期到的时候提醒你 上礼拜我特别跟大家讲 上升的上飘期 上升的上飘期 是不是喷出去了 是不是喷出去了 阳明 上升的上飘期 是不是喷出去了 长龙阳明会涨到哪里 会去哪里 你没来听我讲我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公开讲 因为法规规定在公开场合 对不特定人 不能公开预告股价的目标 可是演讲会场针对不特定人 我就可以讲 你没来听我讲我就没办法了 有来听你就知道会去哪里 最简单的方法 有长龙有阳明有万海的 都来找林何彦 该卖的时候目标价到 我带你一起卖 我带你一起卖 结果我们的股票全部大涨 长龙阳明大成钢都大气 好开心的一天 所以指数涨跌又如何 开低我们的股票开高大涨 现在大盘回到平盘涨5点 我们的股票去还多 这样就对了嘛 大盘只要没有空头的危机 你不要去在意指数啦 除非你操作台子旗嘛 你如果是以股票操作的投资朋友 那就完全以个股为主 好 完全以个股为主 找底部的旗涨股 找资金轮动 新的主流来操作就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受到资金排挤 成价量只有39% 所以选股要更小心 因为钱不够用 所以选股要更小心 营建股的新复发要注意哦 新复发外资也一直在买 外资也一直在买新复发 新复发去年每股获利应该有接近7块钱 那同时今年在交屋的部分 有机会破500亿 去年是438亿 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要破500亿 因为退案量已经有那么大了 什么时候开始交屋回收 公司目标是500亿 所以今年获利会比去年更好 那股价也打底很久啦 如果说以赚7块钱来算的话 本比也才6倍而已 这些现行也是很强的现行 所以营建股你有兴趣的话 新复发可以特别留意 那电子股的部分选股很重要 PCB的部分外资 上个礼拜在买滑通 那我跟大家讲过 滑通我这里就讲了嘛 要不然冲我就讲了嘛 那滑通冲出去之后 反正你就要注意什么 你就要注意 刚开始动的自操 自操获利也很好 自操去年前三季每股获利 也已经有快5块钱了 全年应该有6块半 股价四几块钱 底也打很厚 7个月的底 或者汉与伯德也不错 汉与伯德去年每股获利 也有7块钱的机会 前两年是6块钱 去年挑战7块钱 这回涨时间周期30天 60天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轮空间不太多 还有苦轮 有兴趣的可以特别注意 又是一档底部的起涨股 今天联发科涨5块钱 联勇目前涨4块半 早盘最多的时候涨了7块钱 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了 上礼拜我就开始跟大家谈 联勇 联电 日月光 我是把时间周期算出来给你看了 联勇 我提醒你要注意 机会来 去年63.8 今年有7个股本的实例 指标也在低档区 这两天会有反转讯号的行程 联勇要注意 这两天会有反转讯号的行程出现 想操作的人联勇 当反转讯号一确认之后 该买就要去买了 该买就要下去买了 今天联电也涨了五毛钱 联电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也把时间周期给大家看过了 联电的时间周期 41天到开始跌起来 指标在低档 但力道还不够强 还在打底 那你可以试试看看 先买一些基本持股嘛 等确认的时候再加码嘛 不然等它涨了10%15% 你才发现又来不及了嘛 对不对 联电也有机会 因为反转时间已经到了 现在台积电 大盘量不够 台积电要动比较不容易 所以台积电要等到650站上去 才会完全的反转 但台积电比较耗资 所以资金从电子股退出来的时候 台积电会比较麻烦 可是跌也跌不到哪里去的 日月光连续两天都在守平盘 日月光的时间周期也完成反转了 20天40天22天 不要快跌起来 好 水智月光这个底部也完成了 等什么时候台积电带动一起来攻 所以说还有很多底部刚开始的 记忆体的部分上礼拜外资大买 今天电子股资金退出来 南亚科华邦店跌得比较多 然后旺宏就跌不下去 因为旺宏赚最多钱 本比最低嘛 是不是 我们对35元就开始卖开始说了 而且过年后特别跟大家提醒 跳空缺口出现之后 会有加速喷出的行情 上礼拜五过钱高之后 大涨 外资连续几天下来 已经买了快10万张了 所以这种股票怕买来 有下来都是买 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35元末的已经坍 已经30%了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你不要担心指数 从个股出发就对了 金豪科也不错 金豪科也不错 如果有下来的话 关卡支撑在150元 可以特别留意 今天电子股选股上 相对比较难 因为成交量从电子股试了出来 所以你更要小心谨慎 找底部的股票 不要买白去对关 那很多电子股赚大钱都没去到股票 如果短线上有压回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你看今天比特币概念股 我们先来看一下 高尔夫球干的部分 上个礼拜整理之后 注意哦 整理已经快结束了 指标开始收链了 今天大田涨了两块钱 明安今天涨了3.4% 指标也快要收链完成了 我们短线已经开始买了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有跟 有跟的都有赚 有没有都有坚啊 你大田明安有跟着买的 有没有都有坚在的啦 不用我多说 这后面还要衝啊 那技嘉有蹲下来要求的 要快 不会太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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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嘉今年美股获利 有法人已经喊 50%的成长 那我个人看法是比较偏保守啦 因为保守达成率高嘛 你刻意高估的话 达成率就比较 具挑战性嘛 那技嘉今年美股获利还是两个股本 所以北比7倍还是很低 有下来的话 目前月线的位置 是在145元 可以特别注意 这个北比都很低 那华硕更不用讲 华硕去年美股获利 搞不好有赚6个股本的机会 依照华硕的配股率 每年都有大概70%到80%的配股率 如果去年赚60块钱的话 假设他配70% 会配42块 现在高级300几块 只配42块 所以华硕 千万不要被洗掉 长线很抗抗的股票 所以还有那么多底部的标的 有机会赚大钱的个股 你不用被大盘给干扰 不要被大盘给影响 从个股出发 记得 手好停损 马照跑舞照跳 你怕买错 你怕买错 找零和宴 三月份你要为自己划下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争取三月份赚三成的机会跟成绩 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来找零和宴 我带着你布局 有很多好的机会好的股票才刚开始要发酵而已 千万不要错过三月份赚大钱的行情 我们的负责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就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